大家知道 台长 卢台长 台长 讲吧 卢台长 我是 你好 我是属狗46年的 我今年以内就动了三次的手 第二次已经是下个星期又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我的那个子宫他刮了 第二次他子宫整个子宫都把它割掉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下个星期会开心脏手术 那么还有就是明年就是割我的眼睛 你看看再割下去还有哪个地方是好的呢 所以我希望台长你能够开导救救我 要什么办法来 你告诉我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四十六年属狗 四十六年属狗的 对 我是鸡尾的 然后狗头年的 就说 好像是还没过春节的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不好 你的眼睛不严重的 视网膜有点脱落 对 白内障一样的 所以他医生就说可以在 做到一点没有事情的 割眼睛已经不成问题了 好吧 这是第一个我刚刚看到的 明白吗 因为我刚才看的时候你不停的讲话 所以我气场又下来了 你很讨厌 你能不能在我看的时候你不要讲话 好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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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哥那个 幾几年数什么的 数鸡 66年 那眼睛问题不大 我刚刚已经讲了 动手术应该没有问题 你刚刚说心脏 你要当心 你的心脏很不好 听得懂吗 你的心脏供血不足 到这里 而且我刚刚看到里面有排在一条条的 也就是说你的心脏跟血管 已经有堵塞了 对 医生就说已经有一条 足塞了 看见吗 好了 记住他可能会帮你搭一个桥 对 他就是这样跟我讲 哎呦 我变如医生了 所以人家说菩萨就是大一王 大家明白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好好修 现在我告诉你 你现在每天念49篇大悲众 然后念小房子 27章 你看看你会不会出什么毛病 明白吗 好的 还有就是想问我的女儿 她去年 就是她 她是属蛇 1977年 她有一个子宫外孕 说那孩子 公外孕 子宫外孕 子宫外孕 是不是叫公外孕了 是吗 就是不是在软 不是在子宫 就是生不出来的话 再做了这么一次 好了 又杀很多生了 所以你女儿身体会越来越差的 因为医生错 没办法生出来 对 很简单的 没办法还要杀生 听得懂吗 所以像这种情况 你女儿不念经历 又不相信 有什么办法 人家 我这次要到马来西亚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了 台长上次不是在马来西亚 基隆坡嘛 开法会 有一个女的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跑过来说 陆台长 我十几年没生出孩子了 陆台长 你救救我吧 怎么样念经 我就叫她念完之后 我说你照着我这么做 我说我叫你三个月当中能够怀孕 结果我是大概四月份去的 她大概是八月份的 她怀孕了 要有信心 听得懂吗 好了 她应该念些什么经呢 不要再拖了 念经到后面去问吧 好吧 谢谢 下面下面下面 谢谢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